全國最大幼兒足球賽事 安聯小小世界盃 總決賽將於6月30號和7月1號 在台北田徑場舉辦 近300支隊伍從預賽中脫穎而出 前進到全國總決賽中 角逐安聯傳承競盃 安聯小小世界盃連續舉辦了第5年 歷年參賽對數從2014年的257隊 到2018年大幅成長至1108隊 更超過萬名球員參賽 規模再創新高 本屆共有幼兒足U6 過小組U8、U10、U12 以及國中組U15等五個組別 讓我們的家長替小孩子 找到一個舞動的空間 讓小孩子能夠借著足球 完轉足球激發自己的興趣 從原來的一、兩百隊 一直到現在的1108 我想正如數據所說的 一路我們會發下去 為推動基層足球國際化 本屆總決賽特別增加國際組 邀請香港、日喬學校、歐洲學校 與U12、冠軍隊伍進行交流 除此之外將會送6名U15小將 前往曼谷以及慕尼黑 參加足球訓練營 中華男足培訓隊新生代國手 午宴樹也深深分享 參加海外訓練營的經驗 我們認為說先讓小朋友 就感受一下世界杯的那種氣氛跟氛圍 相對的因為我們一直以來推廣 都是不用付費用的 所以也不用報名費 那其實最主要就是要讓所有的小朋友 進去參與 然後讓我們台灣形成一個 非常有足球文化的一個城市 有點像在夢裡的那種感覺 因為真的一生當中真的沒有想過 真的會見到職業球員這樣 然後就是 也鼓勵就是年輕好走 然後就是也可以多參與這一項賽事 然後就是可以讓自己的夢想成真這樣 搭上是足熱潮賽會 更加碼贈送紀念球衣給晉級的隊伍 提振球隊的士氣 足球發展不單只靠政府 民間單位齊心投入基層發展 能提供更大的幫助 孫乃TV台北報導